你现在听的是原网台 我是生食食出新生 和绿色心灵力量的主持周小长 以下节目内容 纯属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与本台立场无关 同类疗法是一种 已经有250多年历史的医疗方法 属于全球第二大的医疗体系 有超过5亿人口采用 现在注册的同类疗法医生 已经得到75个国家的政府认可行医资价 其实同类疗法一直都获得 众多的知名人士拥护 美国150年来的11任总统 另外英国皇室数代成员 自1830年开始 一直有同类疗法医生照顾 英女皇伊丽莎白二世 在生查理斯王子的时候出现难产 全靠一剂同类疗剂 星麻二百思 王子才能够顺利出生 否则就要否复产子了 同类疗法在世界各种医疗中 属于最安全的医疗方法 非常之适合孕婦和婴儿使用 印度国父甘地 清赞同类疗法是他认识的各种医疗之中 疗效最高和最广泛的医疗方法 袁大明医生 发觉自己处理不到 需要袁医生的帮助 亦都可以直接预约袁医生会诊 大康自然健康中心的电话是25773798 现在就来听一听 医生要为大家介绍哪一种疗剂 好了 今天又跟大家介绍一种同类疗法的灵丹妙药 叫做Cardewis Marianas Cardewis C-A-R-D-U-U-S Marianas M-A-R-I-A-N-U-S Cardewis Marianas 也叫做C-Maryth Thistle 中文叫做C-M-A-R-I-A-C-A-R-I-A-N-U-S Cardewis Marianas 主要的疗剂可以说是一种对付处理肝和皮的主要疗剂 最后一种疗剂 Docr.Bernette 一位早言的同类疗法 一个很出名的医生 其中几六个有一个病人 一个16岁的女孩子 可以说经常就要有严重的嘔吐 还有腹部劇痛 迟早了三个月 当时有不同的疗剂是处理了呕痛,但是肚痛一直处理不了 Dr. Condombranet当时就在检查里面发现 原来这个女性病人肝和皮都很大 可以说整个腹部被填满了 于是 Condombranet就用了这疗剂 Cardius Marianus,就是圣马利亚的主草 早晚五滴,结果将病人根治 可以说,这个疗剂重要医疗的地方 都是肝、皮和肾 通常是因为喝酒过多,尤其是喝啤酒 慢慢导致肝硬化和水肿 这是一种主要的肝肝和皮的问题 这个症形就像我们叫做马前子 Nasvomica 马前子通常都是在文明人的紧张的生活 不折制的饮食、烟酒 导致肝和肝毒出现了 所以这个疗剂其实是很像马前子 当然有时候,如果你用马前子去医病人 或者是效果未足的时候 可以考虑用Cardius Marianus 就是专门对付肝肝毒的问题 好了,这个疗剂 Cardius Marianus 其实可以帮助我们的胆汁流畅 是减低胆汁的出现 可以说是主要对慢性肝的衰竭 和肝硬化是一个主要的疗剂 当然,如果肝的问题 肝衰竭和肝硬化 到尾期就会见到有腹水 出现腹水或者水肿 这个就是Cardius Marianus 主要主理的症状 如果遇到胆石 胆石痛是很厉害的 有时候胆石的疾痛 我就可以追随疗剂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会用30C或者200C的尿剂 在一般情况下 Cardius Marianus 是以一种草药的形式 每日可能午滴 早晚 一种这样的 就是调理肝肝肝 和肝皮的主要的尿剂 好了,有时候有些是血糖的问题 血糖低也是和肝肌有关的 也有些人有肝炎之后 或者叫Mono Mono Nucleosis之后 人身体就开始差了 出现长期的问题 尿剂就会是Cardius 当然肝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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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面没有发现是一种苦劫 这个通常是代表肝的 一个主要的肝的问题 很多时候什么情况会导致这个呢 就是我们说的 我们那个饮食里面太多肥腻的东西 太多煎炸东西 太多一些香料重的食物 酒和啤酒过多 这些都会导致我们出现肝的静门 Protostasis 就是肝的静物堵塞出现这个现象 当然肝的静物堵塞就会出现静物曲章 很多时候我们会发现脚的肢脚 还有很多静物曲章 加起肝的症状出现 这个就是Cardius Marianus的主要症状 好了 这种情况我们叫肝性的头痛 什么叫肝的头痛呢 肝型的头痛 是一种扁头痛的一种 经常会在右边比较差 还有很多跟我们的消化有关的 还有口肝的经常性有一种苦劫的味道 这种情况是什么会出现呢 就是很多时候肚饿 或者血糖低 肚饿会产生头痛 吃了饭就会比较舒服的 有时候头痛就是前压的头痛 还有肝脏是很骯髒很臭的 或者有时候那种叫胆质的头痛 胆型的头痛 肝型的头痛 有一种灼热 还有头有一种压迫感 会固得很实 还有你的头颅好像固实这种感觉 尤其是眼眉眼额之上 这种感觉 这种是跟我们的消化系统 血糖低的 这种是属于一种叫做 跟肝型的头痛 我们叫做Liver headache 跟肝型的头痛有关的 好了 当时有胆质型的人 比如肝毒的人 通常可以这么说 比较容易敏诊 容易发脾气 那整天的口就成了一种 很骯髒的不干净的臭臭的那种感觉 当然我们胆 我们的淨物肝胆的Portal vein 堵塞 很多时候就会导致我们的痔瘡 在这种情况的痔瘡通常会痒 在肝门里痒痒 还有一个很特别的症状 就是那个尿是很深色的 我们叫做 Maple Syrup Urine 就是枫糖浆的那种尿液 其实颜色是比较深的 如果在这种情况之下 就是一个很明显的痔瘡的问题 尿的颜色是深了 而且我们的痔瘡可能很浅色 一种石灰的浅色 这些全部是显示 其实我们是有肝炎的这种问题 在这种情况之下 记得尿剂就是Cardius Marianas 在一般的情况 我们会用草药的丁剂滴剂 如果遇到严重的胆石 那种搞痛的胆石 那我们就用尿剂30C或者200C 原医生刚才介绍了的同类疗剂 觉得合不合你自己用呢 是不是就是你的零丹妙药啊 需要的话 有关同类疗发疗剂 可以在铜锣湾、沙甸街、富城商业大厦2楼 大康自然健康中心和陆创意健康店买得到 查询电话是2577-3798 或者2882-4848 大家也可以在网上订购 网址是online.healthshop.com.hk online.healthshop.com.hk 好了 今次节目来到这里 下次再见 拜拜